采金世界连接你我 欢迎回来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 有很多内地的朋友说 是被电费刺了一刀 此前就有一位上海女士 她就晒出了自家的 去年12月的电费 是高达了3481元人民币 也是迅速登上了热搜 其实不止去年12月 也不止只有上海 整个冬季将那一刀 一代的居民的电费 是普遍都暴涨的 超过千元的电费屡见不鲜 大家觉得夏季天天开空调 电费也没有这么多 那么为什么这个冬天 电费就会如此的夸张 其实背后的真凶 它到底是谁呢 不少网友就怀疑说 自己被电费被刺 截图是一度在网上流传甚广 不过上海市发改委 很快就对网传的电费涨价 进行了回应 都表示说上海 并没有调整居民电价水平 那既然收费标准没有变 为什么今年冬季的居民电费 涨了这么多呢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就公开表示 去年上半年长时间的疫情居家 导致居民用电增长 那部分居民用电在12月 就步入了第三阶梯 按照居民生活用电 递增式收费服务第三阶梯的 这个电价的水平 就是要远高于前两个阶梯的 那我们就以上为例好了 这个第三阶梯的电价是超出了 前两档电价的48%和37% 既然现在已经搞清楚了 阶梯电价的计算方法 也就搞清楚了 自家被电费刺客的原理了 那么为什么是在长三角地区 那么多的居民 会步入到这个第三阶梯呢 这些就是因为原因啊 就在这个供暖混战带 存在了不少的电费刺客 那这些处在秦岭淮河一线的 这个供暖线上下的省份和城市呢 比如说像河南呀 安徽呀 长三角地区等等 那属于这个供暖混战带 那位置比较尴尬 冬季不够温暖 偶尔气温还会到零下 但普遍都没有集中供暖的 冬季一到呢 这些处在集中供暖 集砖供暖的混战带的这些居民啊 即使说号称全国最扛冻的人 也不得不像湿冷的一个气候去低头 那使用各种的电器来取暖啊 给自家取暖 而这些取暖器啊 就是名副其实的这种电费刺客 没错 那一位在网上吐槽 吐槽这个12月份的电费 高达3400多块钱的这个上海女士啊 经过排查就发现说 家中12月份的时候 居然有四台的电暖设备 同时在运行当中 包括两台这个墙 暖墙啊 还有包括两台踢脚线取暖器 据他来估计的话 这个暖墙再加那一台 额定功率是为2000瓦的踢脚线取暖器 总耗电量是2300多度 还有另外一台啊 2200瓦的这个踢脚线取暖器 一个月是从来没有断电过 单台的电量就高达了1636度啊 刚过去的这个冬天啊 寒潮连续侵袭 再加上居民居家的情况非常多 各种的取暖电器 马力开足 化业难歇 因此呢 耗电量也就大幅的上升了 那么这问题就来了 取暖器 这个电取暖器啊 为何会成为南方冬季的一个电费磁客呢 对于生活在没有集中供暖地区的人啊 电取暖器就是寒冬季节里面的生活刚需了 它的一个市场规模呢 自从2016年到现在一直是呈现出一个波动上涨的态势 2020年市场规模已经是逼近百亿 那么在电取暖器这个需求稳定的细分赛道里面 大小生产厂家众多 根据数据显示啊 目前是有一万一千多家的取暖器和取暖器相关的企业 那么我们以浙江的磁吸 广东顺德最为集中 尤其是以这个磁吸产能最高 相关的产品出口量占到全中国的三分之一 虽然说是厂家众多 但是呢电取暖器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品牌集中效应 数据显示格力美的和爱美特三大品牌呢 是占据了将近四成电取暖器市场的份额 而到了具体的产品之上呢 各种取暖电器啊是种类繁多 原理各异让人眼花缭乱 主要是有这个踢脚线取暖器啦 欧式快热炉 还有包括电油厅取暖器 电热膜取暖器 暖风机 红外线取暖器 电热火炉 暖手宝 电热弹 空调等等啊 有数十种的具体的产品类型 虽然具体产品众多 但是最畅销的有三四种 数据显示普遍来看 线下销售最好的电热取暖器就是暖风机 电油灯还有就是踢脚线取暖器 这三个品类 合计就占到了七成的市场份额 电商商城的情况也差不多 以淘宝为例 暖风机相关产品的销量最高 月均是达到了七万多件 而小太阳这销量啊也特可观 月均是达到了五万多件 那踢脚线取暖器 电热油厅的销量呢 也是紧随其后 月销量均都是在一万以上 这个电热油厅啊 还有包括踢脚线这一类的畅销取暖器 优点和缺点其实都十分的显著 在社交平台上 有不少的踢脚线等电热取暖器的资深用户就表示说 使用取暖器来制热 确实要比空调制热 在体感上舒适很多 取暖效果也很好 那么更多的用户就表示说 冬天用空调的话太干燥了 吹久了还会头疼 用踢脚线电油厅这种取暖器的话 就会感觉舒服很多 缺点也是特别明显的 比如说耗电量特别大 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就反馈 冬天根本就开不起这踢脚线 杭州的有一位白领李小姐 她就去年12月几乎是都在居家办公 家里的这踢脚线基本全天都得开 她就表示说去年12月 她电费账单1300多 而年前她没有添置这些设备 仅用空调制热取暖的时候 电费就只要500多了 那么为什么类似于踢脚线 这样的取暖器会那么费电呢 业内资深电气工程师就表示说 电取暖器的眼里都是通过电阻通电发热 不具有主动送风的功能 而是通过一个定电加热和热量扩散的方式 来提高室内或者是体感温度 相比于空调主动送风加速 热循环的方式 升温的效率相对较低 有关品牌的相关的电器负责人 她就介绍说 在相近的条件之下 踢脚线取暖器的耗电量 可以达到这个制热空调的三倍之多 不过即使电费十分的 这个十分费电 但是呢也比空调制热更舒服的 踢脚线等取暖器 依然还是不少人心意的选择 那么舒适的一个制热效果 与低能耗真的不能兼并吗 其实专家也说啊 兼顾制热效果和低能耗 它的技术难题在于材料方面 那制造用于热转换的超导体材料 其实是很难的 好 这一时段财经世界就先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